我們現在開始上的東西叫做電解質酸鹼 第一件事情有一個奇怪的是 我們曉得我們金屬可以導電 我們稱為所謂的導體 木頭玻璃不導電 我們稱為所謂的非導體 我們在請各位做的實驗當中 我們發現糖不會導電 鹽不會導電 我給各位的純水也不導電 那麼不導電的糖加不導電的水 變成糖水還是不導電 那非常的正常 那非常的正常 但是我給各位的鹽不導電 我給各位的水不導電 可是我們的鹽水卻會導電 這是很奇怪啊 為什麼兩個不導電的東西加在一起 會變成可以導電呢 這就是一個奇怪的性質 這種東西固體不導電 可是水容易會導電的 我們稱為所謂的電解質 固態不導電 水容易可導電的玩意 我們稱為所謂的電解質 是吧 綠化納固體 那個燈泡沒有亮 固體不導電 泡到水中拿來 溶解之後燈泡亮了 表示水容易可導電 這種東西我們稱為電解質 電解質就是 溶與水能夠導電的化合物 我們稱為溶解質 我們用一個比較溶統的說法 告訴你包含酸鹼 包含酸鹼 包含酸鹼 好 其實有一些人類是不導電的 但是我們就溶統的告訴你說 溶與水能導電的化合物叫做 電解質包含酸鹼 三字經記憶法 三字經記憶法 什麼東西叫做電解質 三字經記憶法 化合物 溶與水 水容易 可導電 化合物 溶與水 水容易 可導電 如果缺一個 就不叫做電解質 有一個不對 就不叫做電解質 要化合物 要溶與水 水容易 要可以導電 這樣才叫做電解質 好 所以 不是化合物 就不是電解質 銅位導電 鐵位導電 可是它不是化合物 所以它不叫做電解質 不溶與水的 也不會是電解質 我們交過氯化銀 點化鉗都會沉澱 那就不叫做電解質 水容易 不導電的也不是電解質 這兩個 要背 我們做實驗有錯 我有在你做實驗有錯 你記不記得 酒精 倒不倒電 不倒電 糖水 倒不倒電 不倒電 這兩個事情 這兩個事情要記住 熱糖跟酒精 它溶與水 但是水容易 不倒電 它不叫做電解質 它不是電解質 所以三字經記憶法 化合物 溶與水 水容易 可倒電 少一個 就不叫做電解質 要三個都符合 要是化合物 要溶與水 水容易 要可以倒電 要記住兩個 溶與水 不倒電的傢伙 叫做蔗糖跟酒精 酒精的學名叫乙醇 未來學有機化合物的 所有的醇類 所有的醇類都是這樣 溶與水 但是不倒電 不是電解質 不是電解質 好 有些電解質 固體不倒電 可是液態可以倒電 像氯化鈉 氯化鈉 可是有些東西固體不倒電 液體也不倒電 比如說硫酸 所以 液體倒不倒電 不是重點 液體倒不倒電 不是重點 不是來判斷的方法 是要看水容易 倒不倒電才是判斷的方法 要看水容易 倒不倒電才是判斷的方式 OK 那 還是我要跟大家一句話 這是一個奇怪的事情 水不倒電 鹽不倒電 鹽水卻會倒電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等會要交 等一下要交 為什麼它會倒電呢 等一下再講 OK 先做練習 變節值 下列係數 何者正確 下列係數何者正確 Number 1 1號 何者正確 誰對 誰對 不會喔 請坐 鐵不是化物 也不容易水 不是電解質 沒錯 粗酸水容易導電 很小 但是它是水容易就會導電 所以電解質 所以C錯 輕氧化鈉 濾化鈉 容易水可以導電 所以是電解質 所以B是錯 數是對的 所以答案選豬 煙喜賀 實驗結果 實驗結果 我們除了那個鹽酸 綠化金沒有做之外 都是我們做過的東西 請問你 誰對 請問你誰對 請問你誰是對的 這個叫做 23 23 誰是對的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C是對的 請坐 你選的答案叫做C 所以 燈泡不亮 表示不導電 是非電解質 糖跟酒精 容易水 但是不導電 我要你背的事情 記得嗎 要你背的 所以 燈泡不亮的就是假 假 酒精 其他的都是電解質 水用力都可以導電 除了綠化金 我們沒有做實驗之外 都是我們做過的 所以 答案應該選的是豬 這就是練習零樂 請各位了解 什麼東西叫做 電解質 化合物 溶於水 水溶液 可導電 請記住兩個溶於水 不導電的東西 叫做蔗糖跟 酒精 這就是你這裡 要學會的內容 OK